只有台灣有這樣子 美國好像是我們沒有這樣子 台灣有些午休 就是中午休息 他們已經出去吃飯了 不在辦公室 那你們不能分批嗎 分批分批 這一批先去吃 這一批再去啊 妳看看 妳真的很肚立耶 沒有 你們不用一起吃 你們可以分開吃啊 自己去買東西回來吃啊 但是就是這時間當中 就是妳可以吃午餐 然後或是睡午覺的時間這樣 算了啦 在美國不能自主加班 沒錯 不能自主加班 那天我們通常是五點下班了 但是我就想說 我今天可以把這個事情弄 老闆下班之前會就晃一晃一下 走過來說 妳怎麼還在工作 我說我叫把這個東西 放進去檔案裡面啊 因為我明天不想再做 他說不行 因為我沒有給妳過時間 所以最好就早一點回家 明天再來做 不會像台灣 一定要我一直做這個工作 到處 今天要來聊聊呢 對 外國人的上班族 跟我們台灣人的上班族啊 這個整個文化大不同啊 當然不一樣啊 我跟你講隨便舉個例子給妳聽啊 下班時間 對 台灣有誰敢說 下班時間一到包包一杯就走 沒有人 沒有 我們也不敢 我像我們以前當助理的時候 跟那個製作人也是啊 哇 那個製作人呢 以前我們都是 這一行就中午上班嘛 對 中午去的時候 那個製作人已經坐在那邊了 哇 這在擦皮鞋 假裝沒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他弄一天 哇 已經弄到十一二點了 我們想說 真的也累了好不好 我們想說 那偷偷就溜走嘛對不對 想說 製作人還在 那想說 那他應該會搞到一兩點對不對 那明天來的時候 他應該就不會那麼早來 對對對 我們就溜走了嘛 然後第二天中午來的時候啊 他已經坐在那邊了 又坐在那 而且還在擦皮鞋 皮鞋到底有多張 他不是皮鞋張 他是在公司的對面 開了一家洗鞋店 所以根本沒回家 這麼的情分 沒有 你看就是我們這邊的文化就是這樣啊 對不對 像像你也是啊 就敬中職守嘛 對 有時候錄影錄到九點啊 當然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他不是 他不肯走 為什麼 因為他就坐下來染頭髮 因為呢 他就強迫髮型師幫他染頭髮 沒有沒有沒有 是給他一個練習的機會 他還需要練習 在那邊 不是嘛 因為他來了都來了嘛對不對 那當然是弄完再回去啦 對不對 你講這話你良心不會痛嗎 好痛 好啊 我是蒙學員的學員 你是蒙學員的社工 什麼社工 今天要好好來聊一下 到底兩邊的文化有多麼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 台灣上班族 他的文化有多特別呢 我們的藝人團在聊一下 好 當然對面呢 各國上班族 文化都不一樣 對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文化有多不堪呢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每個國家的生長環境不同 當然他們的公司企業文化 也會有所差異 今天就請各國新男來分享看看 究竟各國辦公室文化 有哪些不一樣呢 有沒有台灣的什麼上班族的行為 讓你跨搏 看不懂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 會讓我自己有點看不懂 因為就是台灣人很愛參加那個 員工旅遊啊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 啊 我第一次來台灣 就是我們公司 就是安排我們 一整個公司去員工旅遊 因為在美國 我們也 其實我們也有 員工旅遊 這個 這個東西 像我爸媽的公司 他們每一年都是會帶他們員工去那個 Vegas玩 然後我們會提供的是機票 跟住宿 那如果你不想去的話 沒關係啊 是不是 沒有人要怪你啊 嗯 但是如果你 你啊 你去那邊 我們到了時候 他們沒有人要怪你 你要去哪裡玩 你要去誰跟誰吃飯 你要撿朋友 也無所謂 但是好像台灣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墾丁的時候 我們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累了 我們就是想說 不然我們都是去玩我們自己的 而且我們外國人比較喜歡 去海邊啊 坐在那邊喝啤酒 休息 那時候我們發 我們台灣的朋友 他們都不想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說 不然你們就是去玩你們的 我們也去玩我們的這樣子 就是不和許嘛 欸 欸 他們就是這樣子講我們 對啊 等一下為什麼是我們 因為員工旅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訓練大家的 向心理 對 讓大家出去旅遊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彼此 然後可以以後在工作上面 可以更合作無間 更有默契 沒有 這樣子很浪費時間 而且你看 你這件事情就反映在你以後 做事情的態度上面 因為你一到發現不好玩 你也不願意犧牲小我 你就自己去玩自己的 然後大家怎麼把大事情交給你呢 好糟糕的一個人 下一位 那請問你們各國有員工旅遊的嗎 有啊 我們現在也有啊 可是我反而覺得 跟獨立剛剛講的是不一樣 因為 大家都會在辦公室一起聊說 我們要去哪裡 要做一些怎麼樣的事情 然後不想要參加那些 那個 那些活動的人 就不去啦 他們就可以選擇不去 因為那個不是他們的興趣 不會帶一大堆人去滑雪 然後他說他 他就是不滑雪還是什麼的 但是他會不去 所以大家是一起行動的 然後 其實辦公室裡面 會喘上那種團隊的精神 你就是在辦公室之外的地方 去玩一些好玩的東西 其實對辦公室的感覺是還不錯 我覺得你講到一個很好的想法 因為像現在員工旅遊 都是公司安排好規劃好行程 你就繳錢照了走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像他有這個向心力的話 可以像凱傑剛剛講的 就乾脆把這行程丟給你們 自己去安排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樣中間過程才會溝通啊 當然是老闆會 這樣才有利潤啊 對啊 什麼利潤 日本公司也是為了要有向心 提升向心力 所以日本的老闆很多做活動 就是 我們一定要參加運動會 強迫要參加 運動會也是一個凝聚向心力 運動會要練習啊 那什麼時候要練習呢 下班之後要練習 對啊 還有週末的時候 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要練習 對啊 上班明明就很累 真的 還要做運動呢 節力賽啊 或是兩連三角之類的 累死了 其實現在台灣有很多公司啊 那個尾牙有沒有 春酒有沒有 員工也是要分組表演啊 對 也是下班留下來練習啊 對啊 翻過來我覺得是台灣 當上班族其實真的蠻辛苦的啦 因為 在工作的時候那種 壓力比較大 然後 其實 台灣人很愛 日本人出去辦公室之外 就是 例如說 大家都下班了嘛 然後一起去吃一個飯 大家都會一定要去 對 然後如果你不去的話 好像是會有一點 就是這個人是不 不合群 或是怎麼樣的 肚立 這個人很肚立 對 就是像這個人 對 然後呢 我們 就是工作上不晚了 因為我們離開去那邊 就算是去吃飯聊天 我們在聊什麼 那是工作的事情啊 對 感覺還要下班之後 我們還要聊一些工作事情 幹嘛 然後除了那個之外 如果是有人不去的話 我慢慢有發現 當然 不然大家聊什麼 對啊 大家要講的一定啊 不然我什麼時候講他壞話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我們現在聚餐沒有來的 我們就會把他的照片放在前面 然後前面擺三個杯子 跟三支煙這樣 哈哈哈 對啊 這個牙齦很大 因為就算你沒有辦法去的話 你就知道今天我一定會被聊八卦 我一定要找辦法去 對啊 就像有一次我們也是聚在那邊 然後沒有去的那個女生 她來我們的辦公室沒有多久了 然後 她 其實那天晚上大家是閒聊嘛 後來就開始聊到這個女生 我都不來 就說 她一定是跟老闆是有一腿啊 然後一定是消失啊 一定是被保養 然後隔天早上 每一個人進去報公室 嗨 嗨 這位的就裝傻 好像沒事 那你有怎麼樣嗎 我沒有怎麼樣啊 因為我學乖了 我就去了 一定要去 其實裝傻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像剛剛就像杜力一樣 每個人不太合群 那種美商公司的人 我妹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中午休息兩個小時 然後大家就是 會聚餐 終於一定會一起去外面吃飯 可是因為可能有時候聚餐的時候 不見得真的是在談公室 也會聊天 聊聊聊 可是 但一個小時 美國人就會說 我要回去休息了 因為我剩下一個小時可以休息 我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啊 因為我這樣下午才能再繼續工作 可是因為大家聊得正開心 她就 對不起 時間到了 先走了 喂 這個有什麼不好啊 不只美國人啊 我認識的有一個叫劉真莉的 她也是吃亂氣 那意思要說 我時間到了就打麻將了喔 就走了啊 那不一樣 那打麻將跟那個工作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就是 就是台灣嘛 因為 雖然台灣有很多的這種上班 或者是我也是很不太懂的啦 但是 尤其是這個 就是因為 有一次 我老婆以前她也是上班族嘛 然後那時候 就是 有一次的中午 我就想說 那買個甜點啊 買一點飲料 我就過去去找她嘛 因為午休嘛 那我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打電話給我老婆 她沒有接 然後 然後我就說 那我就打給她公司 然後就很 就很兇的一個人 就是說 然後我就覺得 我都馬上去 可是她已經掛了電話 然後我就在那邊 欸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已經掛了 那我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 跟午休時間 不是還是上班時間 還是公司有開嗎 因為如果是瑞典 然後我現在其實有很多期待國家 算是午休的時間 還是可以打電話 因為 你們還是在上班 公司有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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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就是大家說衝 而且 很多公司的總機是 你十二點到一点半打電話過去 他就跟你講說 現在正值午休時間 對 請一點半以後再來電 就沒了 你們就化掉了 對 牧丫 會直接跳倒 但是那個既是台灣 有這樣子 美國好像是 我們沒有這樣子 一樣啊 你們下班5點01就沒人 那是下班之後 但是公司八點 早上八點開 八點到五點都沒有關過 所以它叫午休啊 你們沒有寫午休啊 台灣有寫午休 就是中午休休息 他們已經出去吃飯了 不在辦公室 那你們不能分批嗎 分批分批 這一批先去吃 這一批再去啊 誰願意肚子餓 對啊 美國才這樣啊 對 真的只有美國是這樣 真的只有美國才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是講求效率 你分批吃 大家就是分批懶散啊 你一次一批人這樣時間去吃完 然後一批人回來就開始工作啦 但是我 誰會想要跟他們同時一起吃午餐耶 你看看 你真的很肚立耶 沒有 你們不用一起吃 你們可以分開自己吃 自己去買東西回來吃 但是就是這時間當中 就是你可以吃午餐 然後或是睡午覺的時間這樣 對 算了啦 就算了 這個不合群的這個 真的是一個大問題我覺得 因為像我女朋友啊 她說如果跟不上 這些流行啊 在辦公室裡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她 她說她很累 她一直點營藥水 因為她一直看著屏幕啊 弄公文啊幹嘛 那回家的時候啊 她就看那個手機 她還是在點那個營藥水 我說你不要看那個屏幕嘛 你這樣子眼睛就一直這樣 她說不行 因為這個韓劇沒有追完 你會去辦公室 我就不知道聊什麼 而且她如果不看屏幕 她就要跟你聊天啊 欸 欸 我也可以帶她去健身啊 所以她才要看屏幕啊 對啦 因為她不想運動 她跟我講說 健身去辦公室 沒有人會聊這個啊 嗯 而且她說 如果她比如說 不知道這個韓劇的劇情啊 她進公司 人家會放她白眼 嗯 而且她還會去看 她要用這個 這一套的一個標準 看我 你知道嗎 她會說 寶貝妳來接我的時候 妳帶個髒髒包 嗯 然後我說 欸 我不知道什麼是髒髒包 她說 喔 妳不知道什麼是髒髒包 哇 那個眼睛閃到後面 妳知道嗎 對啊 對啊 妳好不流行喔 連大廈管理員都知道 什麼是髒髒包 我大廈管理員 她還有值班台耶 但是如果你一直關注這些事情 就沒有時間健身啊 對不對 可是你也不能一直活在建設世界裡啊 你如果是藝人的話 你就是要跟上時代 才能跟大家聊天啊 也是啊 所以才要叫這麼好的一個 台灣的女朋友 對啊 是不是 你們剛剛講那個 吳修嘛 吳修 也是 我去那個我女朋友的 那個職場探班 有一個現象也讓我很疑惑 因為我們是 應該是我們發明的嘛 那個吳修 所以我叫 西班牙就是 第一發達的國家 對啊 但是我們是 午休是兩個小時 那大家都是回自己的家睡覺 躺著 一定要躺平 躺著睡覺 但是我去探班的時候 那個 他們都是那種 趴著才坐上 趴著睡覺 不僅喔 還有一些是懸空的這樣 對 這樣睡 你們兩個小時還可以回家 你們不遠嗎 我們都是 職場跟我們家都是滿近的 那就可以回去睡一個小時 一定要躺平 如果很遠 你就會在那邊躺在地板 但是台灣人是趴著 或是懸空的 那我就覺得 哇賽這個是要練的吧 沒錯 如果後來我上那個台灣的大學 你們是從學校開始練那個 脖子懸空 或是連 用旋轉的這樣 這個會撩子嗎 對啊 厲害 這個不簡單 我很不喜歡人家這樣子 怕著睡覺耶 特別是如果你要一起跟他 用同一個桌子之類的啊 那起來的時候 有一大堆口水 對啊 在桌子上 然後你覺得 我下次要坐那裡 我就不敢 不是 我發現台灣人真的非常厲害 像我之前在我家裡裝潢 然後我親那個 兩個母公 然後他們也是有一個小時的 休息的時間 然後我們那邊也是 完全亂七八糟之類的 他們還可以把那個什麼 然後還可以睡在那邊 就可以睡死 可以睡死一個小時 然後就醒來 就繼續工作啊 我最不懂台灣的 台灣的辦公室的文化是 紅白包 紅白包 你知道因為我開始 在台灣上班的時候 每個禮拜有遇到什麼 有人結婚 生小孩 有家人過世 每次要準備錢 然後每個人要準備差不多 一千兩千塊 然後我開始上班的時候 你知道一個月 如果你是往那邊一千塊 那邊兩千塊 然後就可能一個月是一萬 那我開始的時候 覺得為什麼每次要給錢 然後常常你知道 我跟那些人不熟 所以我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要給嗎 比如說如果要參加他們的婚禮的時候 我說啊 我有室友不去 他們說還要給紅包 所以我開始抱怨 然後我的同事們開始說 我是一個奇怪的外國人 然後老闆還跟我說 其實你是經理 你不是要給一個紅包 你要給兩個紅包 為什麼 一個紅包給大家準備 然後另外的你還要自己給啊 因為如果在你下面有人 你要給他們更多 因為意思是你就照顧他們 有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就分開 因為有的時候一起花錢 有的時候就分開 都說我發現生小孩 然後還要給 所以你要給更多 你不該抱怨 還有分團包跟 特殊的案例 還有團包 你可能是被騙喔 真的嗎 對啊 有包過團包嗎 通常主管應該不用團包 不用啦 不用團包啦 除非是 主管要大包一點 也不用團包 或者是說我們要送給這個人的東西 比較貴 對 大家一起分享 這是我們的心意 除非是這樣子 還有你知道 你給他們錢太少 他們會之後批評你 說這個外國人很小氣 對 因為我會問他們 你給多少錢 他們說一千塊 他們故意的說兩千塊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要放多 可是其實那個人就給了 可能就八百 然後他們就這樣 然後如果可以太少 他們說你看啊 這個老闆好小氣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這種逃不掉嘛 對 你下禮拜你就是會面對他啊 紅牌包應該也是吧 對 不去的應該也都要包了 對 一定要的 一定要包 那班傑 雨柔說結婚你會包多少 這個應該要包稍微高一點 稍微高一點 大概一千三 還包三千五 三千五 包多少錢 我發現喔 都是 其實台灣人很講究 什麼飯店 對 吃什麼 對 吃什麼 然後那個桌子是幾桌 然後這個地方多大 他們所有都會計算 對 沒錯 完了之後再開始計算 喔 我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對 哇 我覺得台灣人 其實算得非常細 他上次包給你多少 你應該要回他多少 回包 對 可是台灣另外一個 就是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 上班族的一個文化就是 團購 因為其實 只要有女生出現的地方 那就會有團購也出現 那 因為上班族 我記得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也是 我就是 我剛進來那個公司 然後突然就是那邊的人 他們就說他們要團購 然後買什麼小雞麵 然後什麼 然後買五十盒 才會有折扣 然後我就 你幫幫忙 你也買 然後我就買了兩盒 然後回到家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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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啊 女朋友那時候 就是 老婆跟女朋友 不是 那時候是哪個女朋友 反正 對 意思就是說 我回到家裡 他就說 你買這個幹嘛 就是他不喜歡 然後 我就放在那邊 放到過期 對 然後 最近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上班族了 但是他還是會 因為他很多朋友是上班族 然後他們都會找他 求他一起 對 所以現在連他就是 他的朋友要團購 他也會專在一起 不久前 他們就買了那個什麼 很頂級的一個 那個牛五花 然後買了好幾盒 因為他 他就說超便宜 什麼一盒都要一百塊而已啊 超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對真的很便宜 但是 也買了超多 然後就都塞不進去那個冰箱 什麼的 對啊 其實你講對了 有女生的地方真的有團購 連我們劇組拍戲 對啊 然後一次也都是好幾箱 哇塞真的是 新聞有講啊 中南部不知道哪一個工廠 整個工廠很大嘛 一兩千人嘛 然後有一天他們就團購嘛 然後還是 貨運車送來的 他們團購國產車 國產車就是一台 大概五六十萬上下的那一種有沒有 團購折扣 有 除了折扣之外 每一個都有遮陽板 一些什麼配備啦 CD啦 什麼導航啦 什麼反正 因為我是一次給你買48台嘛 對 所以我就不用一台一台去跟售貨運車 畫扒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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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由啦 好像在那裡一樣 有哪裡不對嗎 不對了 因為在日本是那個 一樣啊 老闆在也是一樣 某某的工作 然後 不在也是一樣啊 同樣的認真的工作 對 那老闆不在的時候 台灣人做的是 就是開那個好像休假一樣 點飲料啦 點披薩啦 然後看YouTube啊 看電視啊 自由活動 聊賴 對 這樣OK嗎 請問一下你們 跟各國上班族啊 有沒有哪一些特殊文化 是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的呢 我有發現 我們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 所以 員工的流動 員工的流動率 是很低的 很低的 然後那個是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老闆那邊 我們會花比較多信 在一些 可能是能力比較不足的一些員工 去幫助他們 去跟上他們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們要花這麼多的力氣 再交一個新的人來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工的流動太快的話 那這個就是賠錢啊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 在那邊嫁一個人 然後他們不開心 做他們的工作 或是什麼的 他們就會走了 像那個美國 我也發現 有朋友跟我說 美國如果是 你的那個 表現得不好的話 你馬上就被FIRE吧 這是應該的啊 是應該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來台灣嗎 對 對啊 我在美國一直做得不好啊 在台灣做得很棒 所以大家 只要問一個時候可以找我 那不然咧 你們表現不好 還是可以有很多的機會嗎 會 就是我們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條法是 然後很有那個法律的條法在裡面 另外一個是 我們會希望說 這些人是可以 懷念心在他們身上 他們可以變得越來越厲害 然後留在我們的公司 真的有想培育人才 對 這個東西真的會變成一種 辦公司的不同的精神 我覺得很好 因為美國的公司很怕麻煩啊 對啊 對啊 他遇到問題很容易就是 開除員工 有兩個點特別明顯 一個是性別歧視 一個是種族歧視 那性別歧視這個呢 是我 我一開始也在一個 算是手工藝的公司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多命力家的女生 她跟我同期進來 那她都會穿那種迷你裙啊 然後那種她胸部比較豐滿又低胸 你要不要往你的右左手邊看一下 誰 我沒有穿低胸好不好 就是東一家的 就是東一家的 他們都是這個形象的 然後過了半年很妙喔 他就升官 那我還在原地 那他開始命令我幹嘛幹嘛 我就覺得奇怪 進來的時間是一樣的 結果呢 他在想爬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喪屍搞掉 他就說那個人是性別歧視他 每次跟他說話都盯著胸部看 而且在那個小辦公室的時候 那個那個男的 他用他的老二乳他的背 蛤 蛤 對啊他是這麼說啊 結果呢 結果是怎麼樣 是因為那個那個 辦公室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打電腦 這邊走得很窄 但是那個 他會意識不大 而且他很胖啊 那個老闆很胖 他不小心碰到他 所以他就不 可能不小心就是 摸蹭到耳朵 或是怎麼樣 就被火 那個女生就升官啊 哇 對啊 還有另外就是這個 種種族歧視這個東西 有時候不公平 因為我一次是 那個老闆啊 他就說你去洗廁所 然後他說好那我去洗嘛 我就把他廁所洗一洗 然後下一次有一個後備 就是後面後面加入的 我想說下一次洗廁所應該是他 但是因為那個是黑人 那個老闆就說我不能叫他做 我說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種族歧視 對 這個很誇張 那我是有華人血統 為什麼你可以叫我做 不能叫他做 為什麼 他都在表演說 但黑人好像是比較吃虧 可是現在真的比較 大家都是害怕 很小心 對啊 你們現在其實是最優勢的 但是你這樣子講我們美國 其實我們有很多好的地方 好嗎 有啊 我們很愛我們家 而且我們很開放啊 所以為什麼你在台灣 你們家人在美國 我也很愛我們 我也很愛我們 對 我也要這樣 好不好 我是很認真地跟你們講 你在美國 你進去人家的辦公室 他們桌上會有什麼 可能是他老公的照片啊 或是他小孩的照片 小三的照片 沒有 小三的不能放 那個你要放在那個皮包裡面 對 對 那個要小心一點 但是桌上一定會放你家人的照片 但是在台灣好像是 都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你們的狀況就是愛家人啊 不怕是會愛啊 沒有 其實你把你家人的照片放 你們就是因為 你們就是健忘症 必須要在桌上放家人的照片 提醒自己你有家人啊 沒有 不要這樣子 沒有 那是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順便看到我老婆的照片 因為我很愛她 還有我小孩 像你進去我爸媽的公司裡面 哇 你可以看到 一大隊我們家人的照片 我爸跟他的兄弟的照片什麼的 所以這樣子員工進來的時候 特別是有很多玻璃是破壞了 一直丟東西 不要這樣子 那就是飲食 沒有 不要這樣 我媽就是用一個剪刀把我的臉卡掉 這樣子而已 沒有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當然 你會覺得就是 你一進去我們公司 你知道 這是一個家庭的感覺啊 所有員工就是 我們家之一 而且這樣子也比較好聊天啊 你不用特別問到什麼 你結婚了嗎 有幾個小孩 你看他們的桌上 你就知道 是不是 很開放 是不是 美國很棒的一個點 我朋友在美國辦公室上班 然後有一次我打給他 我就聽到他在 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說你在幹嘛 他說我在上班 我說上班怎麼會有那個球的聲音 他說我在打桌球 你說你上班怎麼打桌球啊 他們那個辦公室裡面 旁邊就放了一個桌球 桌子 然後他們老闆就希望說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可以放鬆 就是打桌球 然後而且因為他們說打桌球 還可以注意力集中 幫助他們就是 上班的那個精神更好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旁邊放一個桌球台 在那邊打這樣子 好酷喔 對啊其實他滿好的啊 就是可以健身 而且這個桌球 它會訓練眼睛 如果你一直看屏幕 你會平衡 對 那瑞典比較不一樣的 應該也是說因為 我們瑞典啊 這個是不只上班族啊 就是瑞典生活上都是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那下午茶跟這種 很多國家這種是有啊 像台灣也是有 但是在台灣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然後比如說如果你說上班時間啊 那大家都是可能就是 買一杯咖啡啊 然後買一個什麼甜點 然後買一個麵包之類的 然後就是比如說 在自己的位置啊 然後自己吃自己喝啊 或者是在那個 那個什麼 茶 那個茶 茶水天 然後就是 可是都是比較快速的 然後這種 因為像我有一個一個朋友啊 一個紐約 一個美國人 他住在紐約 然後他本來他 他就是說他都是這樣子 每一天就比如說 上班時間就買一杯咖啡 然後就是很快速的在喝啊 然後就是下午時間也是一樣啊 後來他到了一個瑞典公司 然後發現就是我們的這個 因為這個是有 一天至少是有兩三次 我們可能就是 你來上班 八點 然後大概九點多 有半小時的這個下午茶 然後再來就是午休嘛 然後午休後著可能大概兩三點啊 也是要再來一次的這個下午 早上那已經算早餐了吧 不是早餐的啊 他就是下午 因為你已經吃了早餐再來上班 那因為這個我們 我們都是會就是 因為你有比較多的時間 然後大家都一定就是一起啊 然後我們賣一些什麼蛋糕啊 一些什麼甜點啊 然後一些麵包啊 然後就是自己跑咖啡 然後做的就是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慢慢的喝啊 慢慢聊天 慢慢的享受這個 然後他也是說 反正說這個其實是 比午休 還有對公司一個效率 因為一直就是這樣子 一個小的一個休息 然後再來一個小的休息 然後精神就是會比較回來啊 其實他們上班是其次 主要是去吃東西的 對啊 上班只是為了要趕快 上班只是為了趕快消化 進行下一頓啊 沒有 可是因為真的 因為你上班的時間 真的是要做比較短 才有效率 對 因為很多 比如說台灣都很愛下班這種 不是你要工作很長的時間 可是你做的比較 沒有百分之百的這種效率 你這樣子 你有一點休息時間 回來 好可以 然後就是做得很好 然後開始累了 要拖一點時間 休息一下 然後再來再來 這樣子效率會比較好 你說那個叫什麼 Fika Fika 對 但是美國也有這個 我們叫做Coffee Break啊 對啊 Coffee Break就是可能要休息15分鐘 可是你們只有一次嗎 沒有啊 你可以有兩個 Coffee Break 對啊 然後中午放午餐的時間 留有 對啊 就是用這個時間去上車 那你們中午有Coffee Break 然後打電話來 你是不是會想要對他兇 現在就是Coffee Break 為什麼要打電話 沒有 因為你一定會分批 分批 你前面到底有沒有聽我講 沒有啊 到底Coffee Break要分批啦 OK 我剛的上班族特別女生 裝得很專業很漂亮 那邊有沒有照片 哇 這是你們上班族啊 上班族的衣服 對 漂亮哦 所以他們有更高一些 或是其他的鞋子 但是在台灣其實也穿得 三半公尺 特別我們的公司 女生穿得正式的 但是呢 進來公司的 你知道他們就換拖鞋 嗯 所以有一天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個人要進來我們的公司 然後跟大家說了 我們開會的時候 請你們穿正式一點 然後就要好的鞋子 好的衣服 他們說好 那我先跟客人進來 然後我的民宿來了 你知道也穿拖鞋 然後我就看他 啊 然後主力來了 說你們要不要跑咖啡 也穿拖鞋 我就想我這個兩個女生 帶去外面罵他們 因為已經是說了要穿好一點的 對啊 然後你知道我的老闆 跟幾個同事們進來 也穿拖鞋 嗯 然後那邊大家都穿拖鞋 因為我也發現 每個人也會看他們 因為你知道我們都穿西裝 跟鞋子 奇怪 但是其他的同事們都穿拖鞋 嗯 然後我們就當生意的時候 那個公司就看他們覺得 你們是不是大的公司嗎 因為就根據大家就穿 你們公司 沒有很正式啊 我們拖鞋為了今天都新買的耶 真的 不是這種正式 那你們公司是買拖鞋 可是上班族帶一個拖鞋 去辦公司換很正常啊 他們都會放在底下 對 怎麼不會 但是開會的時候 你還是要穿正式一點的對不對 開會的時候 就開會 那可能要開會還是要換一下 開完會再回來再換掉 因為很多國外的客人來這邊 覺得這是爸爸媽媽的工程 或是大的工程 因為我們的工程比較大 然後他們看大家穿隨便 他們也覺得要給他們我們的案子嗎 或是就這樣 所以之後他們今天 你知道便來便去之後是沒有 這是台灣的文化 那其他國家會嗎 就是上班族會在拖鞋 沒有人不可能拖鞋 不可能嗎 對 因為上班族就是要皮鞋 一定要皮鞋 然後上面也是西裝 下面是那個皮鞋 然後好像是拖鞋的話 那個台灣的黑道 有沒有 就像流氓 對流氓一樣 就是西裝很帥很帥 但是很帥 下面 為什麼拖鞋這樣 喔 就是黑道的意思 對 所以你想跟我們台灣黑道說什麼 很帥喔 很帥 很帥喔 對啊 這是他回答你最快的一次 對 對 那其他咧 上班族會這樣嗎 穿拖鞋去 穿拖鞋有嗎 你西班牙沒在上班 但是少數的人在上班 還是有規定 有那個就是西裝 或是一個正式的制服 有有有 因為在台灣的公司上班 那他覺得唯一就是他絕不懂 為什麼台灣的那個OL 上班都不化妝 有嗎 都有吧 很多 他們公司 就是女生早上去的時候都是素顏 真的喔 然後就開始有的時候 就是例如說會自己敷一些眼袋啊 還是他是在試新的產品 就那也很奇怪啊 他就覺得很不懂啊 然後他就會 他就每天就跟他們講說 拜託你們化個妝好不好 因為就是 還是在辦公室裡面 大家還是會 外面的人還是會進來嘛 那廠商還是會看到啊 對 然後就有一天他們 他們從來都不化妝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是 那個他們美國的那個大老闆要來 然後聽說很帥 結果呢 他們每個人就化妝 我老公一進去想說 他是走錯地方嗎 就是每個女生都長得不一樣喔 都不一樣 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他們化妝的樣子 當然啦 因為大老闆來 大家都想要當老闆娘 對 本來穿高領的都把它剪開 穿洋裝 然後穿得很漂亮 像模特兒一樣 全裝這樣子 對啊 他都以為他走錯地方 對啊 他老公還一直叫秘書 秘書 秘書就坐在他前面 好像禮貌的方面 西班牙也是跟別的國家的文化 就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是覺得那個 你對上市越沒禮貌 我們就越喜歡你 就是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不成文的一個規定 是說 不可以狗腿 那就是說 你對上市越... 罵得越兇 我們覺得你越酷 例如說 蛤 之前我有一個同事嘛 他發現我... 那個老闆發現他在那個倉庫睡覺 那那個老闆就開始罵 你怎麼敢這樣投懶 你的同事這麼辛苦 他就罵回去 他就罵回去說 那你呢 你怎麼敢講話 你胖得跟豬一樣 一直在吃東西 然後 你們可以這樣罵老闆 那時候我們都... 那個氣氛就是 大家都想要排手的那種 哇 變成一個 就是我們老公結局的一個英雄 一個革命家 這些話小楊哥只敢在心裡講耶 對啊 對啊 就是西班牙的 不狗腿的 後來那個人耶 那個人怎麼樣了 就變成被老闆很尊敬的一個革命家 真的嗎 假的 老闆不相信 這麼厲害 還把他留在公司 老闆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更不敢 FIRE他 嗯...是不敢 而且會開始幫忙 就是已經不敢 只出一張嘴 他就會出手幫忙員工了 他就是一個讓我們 工作條件變好的一個 就是... 他反而點醒了那個老闆 因為他們不鼓勵狗腿啊 不可以狗腿 我們覺得老闆就付錢 所以大家對他很怕 他們就很快會說 走啊我就走了 所以... 你知道才... 無可能有人會拍馬屁 也是有點不一樣的拍馬屁 因為無可能的老闆就有助理 助理的工作 就幫他跑咖啡 準備東西 幫他買東西 可是其他的拍馬屁是什麼 比如說我去旅行 然後就買小的禮物給老闆 然後老闆會看 所以大家會做 可是台灣的拍馬屁有點不一樣 你知道很多小小的事情 因為老闆可能大老闆沒有助理 所以大家就... 啊老闆我要去Savenay 我你要不要喝咖啡 我幫你買啊 然後有人去說 啊老闆我之前做蛋糕 我你要不要吃啊 然後其他的還要 然後這邊有紅酒什麼的什麼的 就這樣子 很多小小的事情 所以太明顯了 因為財務館我們比較低調 我們會跟老闆就... 沒有人看到 可是在台灣 感覺大家選擇到比賽 平時算比賽對不對 對,平時算比賽 你知道很多小小的事情 是喔...太妙了 而且不是啊 因為你看 比如說你這樣做了 我想說 那我是不是也這樣做 對 因為前天甄莉姐也這樣做 所以就有一個同儕效應 大家都跟著這樣做啊 對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人真的是太刻意 我就是刻意到我自己覺得 台灣好假 你不覺得嗎 因為美國我們 當然是要尊重老闆啊 當然但是尊重是互相 老闆也要尊重我們是不是 但是有一些人太假 老闆好 今天好嗎 或是幹嘛 就是我發現 傳統好 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這種 到底什麼意思 有點太刻意啊 沒有人說 老闆早 啊 那太假了吧 就是說愛早 這樣子就可以了啊 怎麼了嗎 那日本人不是都一直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們好假 沒有習慣的啦 這個 我們就習慣了 一個習慣就是很假 是不是 是嗎 是嗎 就是搞了一首啊 90度的局 對啊 老闆早 假的 因為從小到大 這樣的習慣長大了 要不然你看不慣 你也可以這樣 老闆早 哈哈哈哈 有人這樣 哈哈哈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不只打招呼 回話也很重要 對 怎麼樣跟老闆回話 這個太重要了 那比方說老闆講話的時候 誒 博文老闆講話一下 老闆最近我們知道很忙 很多工作 一直加班 然後去年結婚了 整年生小孩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薪水太低了 所以可不可以加息一天 嗨 日本人會這樣子 嗨 然後那個嗨的意思是 不是點頭啊 但是不是say yes 就是我在聽話 那你心啊 對 因為怕禮貌 那你一定要嗨 有嗨到一個Ending吧 沒有 一直嗨 嗨到下去 那你之後會幫他加息嗎 不會 他講半年在幹什麼 他在聽什麼 因為沒有愛就不習慣了 比方說那台灣的例子 柏文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 最近我很忙 我一直加班 很多工作 然後去年結婚了生小孩 又生了齁 這樣子齁 反應很冷淡耶 真的 真的 很冷淡 有一次啊開會 我們是有日本人一半 然後台灣人一半 日本人這邊是很會反應 就是那個打雜 對 嗨 老闆講話的時候一直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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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人是 沒有咧 完全不一樣 我比較想知道 當肚立碰到嗨 嗨 嗨的日本老闆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就很簡單 如果老闆一直跟我說嗨嗨 然後就跟他說 這樣可以嗎 那請問一下哪些事情是全世界辦公室的上班族都會做的呢 就是八卦 就是一定會聊一些八卦的 因為有時候 不管我們在女生還是什麼國家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我們工作上的一些委屈嘛 可能是被老闆碎碎念 還是可能是沒有解到好一個案子 有時候需要有一兩分鐘 離開一下辦公室的桌子去外面 還是去那個茶水區聊一下天 萬惡的茶水間 發洩一下嘛 可是像我們在女生 我們是被老闆很尊重 我們也是很希望我們這樣子的工作的一些文化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說 聊到怎麼樣的程度才是OK的 我們不會待在那邊可能是二十分鐘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發現在台灣 他們也會聊這些八卦 可是他們可能是去那種茶水店 茶水店那邊 他們還可以在那邊 瞬瞬的聊可能一個半個小時就不回來工作 因為這個茶水間的這個文化 也是有另外一個 我就是覺得很比較奇怪的 就是因為 我發現說 只要有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聊天 然後可能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比較大聲 然後什麼 然後我一揍進去 就開始就比較小聲啊 然後就是 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那就是在講你的話 對啊 但是為什麼 要說有這種事情 就是八卦 因為你走出去 又會開始說 怎麼聲音又開始變大了 然後你走回去 怎麼 因為我開始變小聲的 然後都不想要講這種啊 就是在講你 對啊 可是為什麼要這種啊 這種八卦的那種 就是無聊的遊戲啊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 就是這個也是 我發現每一個 每一個辦公室也會有啊 就是一個人 愛下煮 因為很多辦公室的人 擦水間啊 我覺得 我常常都會看到 很多人都是在那邊 煮東西 然後也是 因為像我去 我去 包夾莉啊 我妹妹的那個辦公室裡面 他們那邊 也是就是很多人 都是在煮湯啊 然後就 就是很多東西啊 然後就是 一直都是在下煮 然後雖然是 給他們吃的 我也是要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還滿特別 嗯 我覺得還有一個事情 應該是各國的上班族 都會做的 就是在 手機的軟體分享 跟自己的朋友 分享那個 一些有趣的故事嘛 就是工作內容的一些 來發現嘛 那我從小 有一個群組就是 跟我從小的朋友 那大部分是事業的嘛 所以大部分沒有什麼好分享的 但是有三個 我有三個朋友是真的在工作 第一個是做那個 就是三百個裡面 只有三個在工作 十幾個裡面有三個 三個 對我講過他們就是 我們覺得是很奇葩的一個生物 那我們就很關心 你們工作是什麼感覺 那有一個是那個 機場的安檢嘛 那他就會分享那個 今天乘客帶了一個按摩棒 在行李裡面的一些小故事嘛 這個還滿有趣的 就是喔 好好笑 第二個就是那個 他是做繁治洗錢的 那這個是滿長知識的 就是他會分享一些 跟政治有關係的事件 我們覺得喔 不錯有教育性的 但是有一個第三個 他是外科 就醫生嘛 而且是那種急診的 一個人出車禍 然後人整個頭都爆開了什麼的 他就會拍照想給我 這個好像沒必要 我的經驗我在英國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來上班 然後就感覺到臉就很累 然後有味道 這個喝酒的味道 感覺他就晚上沒睡覺 然後他就大咖 然後說我要去外面買咖啡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回來差不多晚上 上班了五點半 然後問我 有沒有人問我在那裡 我說沒有 我說很好 因為說有什麼事 因為昨天去喝酒 到早上 回家換衣服來上班 然後沒有人發現 後大咖回家 在台灣呢 我有個同事 他有三個小孩 所以有的時候 早上他來上班 你知道也連很累 他會說 喔因為知道小孩子不睡覺 我也不睡覺 所以他說 我要上廁所 然後去上廁所 半個小時不見了 然後回來 然後又要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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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要去那邊 就敲門說 哈囉 誰要做工作 他就去那邊偷偷 Take a nap 喔太累了 然後就上廁所 然後變太累了 然後水一水 然後就回來 然後上廁所 然後常常也會說 我拉肚子 拉肚子 你的頭什麼拉肚子 因為妳就看刀子在臉 就在那邊偷偷睡覺 像我 因為我老公他是健身房 所以他們都規定員工 不能在附近抽煙 因為會影響到健身房 很健康的形象 那也是我們就中午 我去找我老公吃飯 然後走過去 看到一群他們員工 就圍在旁邊 然後圍一圈這樣在抽煙 然後老公就跑過去說 欸你們在幹嘛 然後他們就整個丟了煙就跑 就很像教工被抓那個學生有沒有 在外面抽煙 然後他們就衝著 跑進去那個辦公室裡面去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在附近抽嘛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地方可以抽 對 你們辦公室會有偵測吸煙室嗎 所以好像台灣很少吧 妳現在完全沒有 沒有 不行 因為妳現在很少在抽煙 又是要躲到羊群裡面 對 沒錯 有一集那個六人行 大家有看過嗎 對 有一集就是大家都是到那個 他們那個是一個辦公室嘛 然後他是在Rothloren上班 然後到辦公室 他就是要到頂樓 大家都在吸煙這樣 然後呢 因為他的主管跟另外一個 跟他正在競爭的那個 女同事 他們三個人在開會嘛 然後主管就問說 這一季的你看這衣服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材質 什麼顏色這樣 想不出來 那我們去抽跟煙好了 然後兩個去抽 兩個要走的時候就說 Rachel 妳要來嗎 然後他就說沒有我不抽煙 抽煙真的是很 然後讓人在 然後他就發現他自己講錯話 因為那老闆就要去抽煙了 對 然後抽完煙回來之後就發現 他們已經把事情都決定完了 所以他就為了要套交情 為了要在工作上面有一個進展 表現 他就假裝自己會抽煙 你們會這樣吧 就是不會抽煙 然後假裝會抽煙去泡煙 台灣這個地方很難 因為很多人在抽煙 尤其是我們 像我們的扯隊也是 他們會去聊一下東西 然後他們會去那個抽煙區 然後如果你不抽煙的話 你知道好像孤單一個人 坐在那邊 不知道要幹嘛 對 每個人都去那邊聊天回來的時候 好像有錯過什麼 而且永遠他們都在抽煙的時候 平生啊 你不是要生日了 對啊 生日是不是要出國旅遊過生日 不好意思啦 拜託我都幫你訂好了 你幫我訂好了 你幫你訂好機票啦 怎麼可能 我信用卡都刷啦 我付的啊 你付錢 我信用卡這樣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疑心病比較重嘛 對 請問一下你刷卡付錢的這個機票的飛機 有記憶嗎 有啊 有 怎麼會沒有記憶 一個啊 一個 左右各一個 好 左右各一個 左右各一個 那請問一下他有空姐嗎 空姐 有 有啊 也有 那有安全帶嗎 空姐有啊 這是彩樺姐嘛 秋慧姐嘛 沒關係...有空姐就好了 有空姐 那有安全帶嗎 安全帶有 也有 都沒問題 那有機長嗎 有 也有 機長兩個 兩個 對 因為一個要睡覺嘛 喂 真的假的 你什麼時候變那麼大方 你怎麼還沒去搭啊 什麼時候的飛機 昨天晚上啊 昨天晚上的飛機 你現在才跟我講 人就是這樣 你對他99次好 一次對他不好 他就是這個嘴臉 你怎麼好意思啊 今天我們就要來問一下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他們海外 到底我們對你好 你反而覺得我們做得太多 是啊 是 還是 呂先生你做太多了 是不是 呂先生到底是什麼 什麼呂東彬 直接好好來討論一下 好 那當然我們也請到了 好 還要更好 凡事用你最大的努力 去完成這一切 來 這一段好像流不掉 但是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還是要歡迎 哈囉 當然對面呢 做事情分寸很難拿捏 各國好的標準是不太一樣的 是 我們的聯合國型來歡迎 俗話說 凡事都有議題兩面 看事情不要只看一面 今天就來探討 各國人面對同一件事情 他們的看法 會有什麼微妙的不同呢 在國外大家覺得 你做得非常好 可是一到了台灣來之後呢 大家做到 會惹人嫌 覺得你怎麼做這麼好看 什麼東西啊 是做的事情還是本身這個人 就惹人嫌 我先講 就是呢 好 我們在美國一定要把你 你會多少的能力 你就要把那個東西講出來 讓大家知道 特別是在工作上 是 我沒有想到你們 台灣人很謙虛耶 就像之前我要去試鏡嘛 然後試鏡剛好也是一個武打的戲 然後說這個戲 你要會武打 那你會嗎 那旁邊也有一些其他的演員 我就說 會啊 我會螳螂拳 迷宗拳 會一點的拳擊 什麼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講出來 我說我還有特地的 台灣拳 新加坡拳 你也會啊 對啊 是不是 NO 你剛剛說你什麼螳螂拳 螳螂拳 來一段 老師 音樂 真的假的 螳螂拳還有音樂啊 對啊 一定要我來一段嗎 你會螳螂拳還有什麼拳 先螳螂 螳螂拳 先螳螂 好久沒有... 他講到那個... 他現在講太滿了 好嚴厲哦 講太滿了,現在尷尬 講太多了 螳螂拳 你在嚴厲什麼 好,醉拳 醉拳 醉拳 有香 還有什麼拳 李壽拳 你剛剛還講什麼拳 回家拳 回家拳 回家拳是什麼 為什麼一直在批評台灣的 綜藝節目 就是有這些 對 好,然後你的故事咧 好尷尬耶 好尷尬耶 他剛剛就是在講他的故事啊 好啦,凡姐要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然後旁邊 其實還有遠遠他聽到這個東西 我說你怎麼 怎麼可以一直講這種東西啊 然後我想說 反正我會得到一個很好的角色 反正也是舞打的東西 這樣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角色 不是 剛剛怎麼樣 那個會剪掉對不對 因為舞打是對打 一個是葉問 另外一個是被葉問打的人嘛 他就是被打的那個人啊 被打的啊 我的角色確實被打 是 但是還是一個很好被打的角色 對,然後就是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其他被選上的演員 他也在講我的壞話 跟劇組啊什麼 這個人好不謙虛啊 就很自以為啊 很驕傲啊什麼的 我想說怎麼可以這樣 結果我就發現 你們台灣人都喜歡很謙虛 所以到最後我就 OK,學會了 那下一次試鏡的時候也是 他說那你 這個可能要你會音樂啊 還是會那個功夫啊什麼 你會嗎 然後旁邊的其他的演員 我就跟他說 其實還好啦,還好啦 但是我得第一名啊第二名 我把全部講出來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 尤其是對於美國人來說 感覺他們拆禮物這件事情 我比較不懂的是說 非常足 因為這個台灣人很少演技 對,很少 因為如果有人送禮物 我們在他的面前拆 爸爸媽媽會罵 對,會覺得說你沒禮貌 沒禮貌什麼 拿到紅包的時候 也不能在別人面前保住 對,會覺得那個人太沒禮貌 我們從小就被這樣交到 為什麼不禮貌 不是 就像你剛剛那一套拳的那麼厲害 對啊 你是誰Q我的 是誰說他會的 對 是誰說 你要想清楚 Andy,你還要給我打一次 你們 你們為什麼要跟固定來賓吵架 很奇怪 然後呢 我之前生日呢 就辦了一個生日派對 就有很多朋友來 但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我的美國朋友從美國飛來 而且他準備了一大包的禮物給我 那當然他來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跟他說謝謝 然後就收下來 就在我們吃飯的過程當中 他一而再三之一直問我說 你要不要打開禮物啊 什麼之類 但是因為對台灣人來說 比較含虛一些些 會覺得說 那麼多朋友送禮物 萬一有的人送的價值比較高 有的人就是送那種很嫩 就會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拆開禮物 但是事後我的那個美國朋友 去跟我朋友抱怨說 他覺得我非常沒有禮貌 然後給他難堪 真的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在我們美國 就是要馬上打開禮物 就說驚喜 什麼然後很開心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心想說 戲真的要做這麼足嗎 不是,不是足啊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我送禮物給人家 台灣人他們也是這樣子 就是放著然後謝謝 然後就不猜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很沒禮貌 真的嗎 我會覺得非常沒禮貌 因為那是我精心 可能花了一個禮拜去挑的禮物 我就是想要看到你打開 看到禮物的表情啊 可是如果打開之後 並沒有非常驚喜 還是要演很難 你就是給我演 對啊 驚喜 真的一定要演嗎 一定要演嗎 都沒有長輩送你的禮物 你很不喜歡的嗎 有 我之前阿姨每一年都會送一個 很難看的毛衣 韓國就是去KTV嘛 就是只要唱歌就可以了 就是要唱歌滿分 但在台灣只唱歌就會被罵 對啊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去西門潛規 而且跟韓國的KTV完全不一樣 很豪華 我還以為我來錯地方 以後我那時候一直唱歌 因為我都付錢了嘛 韓國人去唱KTV就是要唱歌 因為我一直點歌 都沒有跟他們說話 都沒有跟他們吃飯 所以你真的以為你是去唱歌 對,我自己在那邊那個 不是有那個螢幕嘛 一直切歌 以後自己再唱下一首 以後又切歌 就唱下一首 以後每個人都在罵我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開包廂呢 太貴了 哪有一個人去 是不是 哪有一個人去啊 但要至少跟大家聊聊天嘛 沒有啊 那邊怎麼會一直唱歌 你起碼要吃一下水餃牛肉麵 沒有 沒有,為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這件很奇怪 就跟朋友聊天、喝酒、吃東西 多好 對,你們是點歌 然後歌是那個背景音樂 多好 不錯啊 對嘛 其實 不點歌要點全嗎 不會浪費錢啊 那我要點一首 李宗全 好煩 我們這邊沒有這首歌了 可是這樣子固執的行為 在日本也會很慘耶 因為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是去 他住在京都 然後他去打工 在餐廳裡面 那時候每天他們開店的時候 這個老闆就是有規定 他們說你就是要打掃打掃 可是他就只有掃自己店門口 結果就被人家罵 被他們隔壁的店人罵 至少門前選 對,他就說在京都的話 他們的習慣是 你不能夠只管自己家門口的事情 你旁邊店門口的話 或是隔壁人家家 你至少也要掃過去一半 所以他就想說 就是把自己家的落葉跟垃圾 掃過去你的地方 不是 喂 然後再打茶當拳 迷中拳 迷中拳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京都的關係 對,可是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京都的關係 比較保守 是京都而已 因為我們在鳴谷屋的話 我們不敢 不敢掃別人家的那個門口 真的喔 對,像我媽媽 我們有一個鄰居 他很愛種樹 然後很多都是 就是秋天的時候 落葉,對 然後很多葉子在地上 然後媽媽覺得 這樣子好像是我們家的垃圾 然後因為被風吹走 對,然後我媽媽說 很想掃,但是有點不敢 怕他會覺得 我們... 嫌棄他們 對 所以我媽媽 半夜的時候 就是偷偷去外面 然後幫他們掃 半夜偷偷掃有比較好嗎 至少不會被他們看到 對 所以還真不一樣 對啊 結果他回來... 結果我這個朋友 他後來回來台灣嘛 那因為他這個習慣 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然後結果他在台灣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打掃門口 去餐廳打工 結果老闆就說 你沒事不要去掃人家隔壁 然後隔壁老闆娘說 他說你很忙 就很有事情就對了 愛管閒事 就覺得習慣不一樣 真的 三女性的人 就是遇到警察這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做到滿分的 就是不能再隨便的 不然那個女性的警察 就是會覺得說 你是不尊重他 還是要討他的那個關係 這樣子的感覺 像有一次啊 我從滑雪回家 那時候天氣很不好 我都沒有手機 我父母在等我 所以我 我有一個城鎮 城鎮的時候 那個屋就沒了 所以我開比較快 就被攔下來嘛 然後我一直在 開始跟肩下解釋 就是說 我的假照才拿了兩個月 然後我父母在家裡等我之類的 然後 就是表現很緊張 他還不想理的 就是馬上開一個 七千多塊台幣的那個發彈 哇 所以那時候是滿重的 那 後來就是來台灣 我朋友說 反而在台灣 你要跟警察好一點 你要跟他們聊天 才不會被開得那麼重 那我想說 真的嗎 有一次我從那個桃園 回家的時候 就是被攔下來 因為這樣子是開太快 那 我就一開始就說 警察伯伯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老師在台灣 然後我有一個假假 我剛才下班 我趕著回家 然後真的不好意思 我沒有發現我開太快 然後他就說 那個外國人在台灣 中文怎麼講得那麼好啊 從哪裡來 我說從紐約人來 然後他說 紐約人啊 我剛才從那邊回來 跟我那個老婆 是在讀謎樂的 然後他就開始聊起來了 對啊 然後到最後他就說 還好 好啦 下次就趕快一年嘛 然後就輪我走這樣子 我台灣人就是見面三分行 真的是那個人情味 人情味 對,台灣那個警察 人情味真的是太好了 對 對 我太太的好朋友 他是嫁給馬來西亞人 然後他們到英國去生活 然後呢 就是他們在那邊生... 結了婚 單身的時候在台灣生活 還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生了小孩回到台灣來之後 發現一個事情 就是台灣人啊 除非你是得絕症 不然呢 對 很多,真的 那頂多啦 頂...你生病了去上班上課 然後或者是搭乘交通工具 頂多是多戴一個口罩 就搞定了 但是呢 這件事情會害到下一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爸爸媽媽 就是生病了 重感冒 都得去上班上課的話 他們的小孩 不管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然後就會交叉傳染 就會交叉傳染 像我兒子有時候呢 白天一大早送去學校的時候 健健康康的 回來上吐下瀉 然後流鼻涕快死掉 送急診 打點滴 然後我們就會去問老師說 學校到底是有什麼可怕的病毒 還是怎麼樣 那老師就很有歉意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呢 爸爸媽媽 就算知道小朋友 已經有點症狀了 他們還是要把小朋友 送到幼稚園 送到拖兒子 你知道我們去學校 開那個家長日啊 你小孩還沒上課 以後你就會發現 你會認識超多不同的病毒 非常多種疾病 非常多種 然後呢 我們去開家長日 老師就還特別交代說 現在呢 雖然功課壓力很大 可是呢 如果家裡小孩真的有不舒服 就幫他們請假 不用勉強來上課 對 所以你講到 弄到老師都要特別交代這件事情 你看這個有多嚴重 因為前一陣子 他們的學校有一個 我忘記是什麼樣的病毒 而且學校還因為這樣子 有一些人就走了 對 很嚴重喔 還不停課耶 我跟你說 懦羅就已經很嚴重了 懦羅是你吃什麼 露什麼出來 然後 我女人喝水 直接過了十分鐘之後 水重新再回到地面上去 很嚴重耶 然後那時候他們 而且你知道那多可怕嗎 他只要聽到有一個人 哪一般的 有一個人感染了 然後生病了 接下來 全部都開始囉 就全部都乾 因為小孩子口罩根本戴不住 對啊 而且都會交叉 因為那很多是飛沫傳染 就是你只要跟對方 稍微靠近一點 就很有重招的機會 很嚴重 我們果外是一點點小病 你就不用去上課 幹什麼東西 不是 是不是 你要去哪兒 唐恩王絕 你被吹走了是不是 請問一下 你們國家還有哪些事情 反而不能做太好 做太好 開可能是扣分的 有 我在德國有一個 認識一個人是亞洲人 就是一個 他的 他的小孩是亞洲人 所以 他們 我們亞洲人在德國很少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人 在班上會很 不會直接追求最好的成績 可是那個人 就是有父母的壓力 那比方說我們有數學課 那那個人就是可能有 A- 就可能有兩個錯 然後他就是很不開心 然後我們其他的學生就是 你為什麼這個還要計較 他說 這樣子我一定要一百分 我父母才會開心 然後那很可憐 因為我們德國小孩就是覺得 我們很看不起這種人 因為我們覺得 舒呆子沒有朋友 不想社交 那我們還會欺負那個人 因為德國人會覺得 我覺得這是種族歧視吧 這跟他... 不是... 沒有關係吧 沒有 德國人也會 有一些德國人也會 可是亞洲人 對德國人也會 也會 但是德國人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的德國朋友 就是覺得下課去完就好了 可是那個亞洲小孩 他還補習 可是德國人一般來講 是你快被當的時候 才要補習 可是那個父母就覺得 你要一百分 我一直送你補習 有家教什麼的 然後我們覺得 為什麼你還要家教 然後好像對老師 一直拍馬屁這個感覺 那我們德國人就覺得 我們不應該跟老師他好關係 可是他的父母就會那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欺負他這樣子 所以在德國 你要當一個小朋友就好了 不要跟老師 就有一些心急的東西 好特別喔 對... 美國的華人一樣 這就算我們那邊沒有... 完全沒有補習班這個事情 補習班那麼華人開的 對... 對... 然後我們那邊是... 我們就是同班 有一個香港人 然後我們都上同一個考試 都做同一個考試 然後大家拿到成績的時候 他拿了一個B 我們就覺得超厲害 這個考試超難 結果他就被罵 然後整個 他都會送去補習班 完全找不到他的人 然後結果就導致 他完全沒有什麼朋友 暑假他就是在補習班裡面過 好可憐喔 對... 然後我們那邊是... 我怎麼在聽你講這一段 感覺在聽鬼片 從此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那個暑假看不到他 而且暑假結束開學了 然後他第一次看到陽光 他還會害怕 對... 一真是一下室是不是 但是同一個考試 但是我媽媽問我說 考試怎麼樣 我說過了 他說那就好了 你講過了就好了 只要幾個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們真的是下課真的是去完 我們都會說 那你今天下午要來我家 或是我們去踢足球什麼的 那如果一個人說 不行我要做功課 我那個人就完全... 反而是會合群 我們會看不起這個 完全不可以 沒朋友 對 在韓國 就是外送不能太早到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已經覺得你們外送 有夠快的人 韓國人真的好奇怪 因為我家是開餐廳的 不好意思,你不是也是韓國人嗎 對 反正算了 我家是開餐廳的 以後我常常幫父母親 在那個服務嘛 就是在那個幫忙餐廳 以後我們家也有外送服務 以後有一次是 有一個人打給我 會打給我們家 以後他說要點什麼什麼 以後他說 OK 我說我接了 盡量提早給他到了 他打給我們 你們怎麼那麼早到啊 沒有,其實我... 你提早多早到 就是很快 就差不多十五分鐘這樣 就到了 對,就到了 那你到底怎麼樣十五分鐘就到了呢 我們... 爸爸故意就是... 這是把十五桌沒有吃完的 沒有,沒有 不是 這樣... 沒有,這樣哦 這樣哦,就是不要誤會 就是爸爸... 就是把... 就是以他優先 因為他... 那天客人比較少啦 對,客人比較少 對,但是韓國人很奇怪啊 對啊 就是想要試太快 就是又... 提早很麻煩 比如說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件 是老公 多麻煩 別人的老公提早下班 很糟糕 不是很麻煩 我最怕的是 他們提早送 然後我想說我先去上大... 那個... 廁所了 有時候提早說 你可能在外面要叫外送 還沒到家 還沒回來 我覺得這個還好一點 因為我們之前在德國有一次 是晚上大概七點要外送 那我們輪到八點 我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還沒到 那我們打電話 他們說 有電話 不好意思 我們廚房已經關了 但是他們就是完全忘記了這個訂單 然後那個晚上 德國的問題就是 超市七點也會關 那如果你沒有買東西 你沒辦法吃 那我們那個晚上就沒有晚餐吃 這個事情 在韓國發生的話 那個客人一定會告他 很嚴重吧 告死他 這個... 這個不好意思忘記了 就... 韓國人好好喔 韓國外送是24小時對不對 24小時 幾乎都是 好好喔 好厲害 好厲害 這點 我們在日本 做客的人不能提早到 做... 去人家家做客 約七點就是要七點啦 大家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很準時 對 但是你今天是做客的時候 就不能太早到 有一次我的朋友... 不管是做客還是做客兄 都是這樣 喂 做客兄 要早點走 有一次... 有一次我的台灣朋友 這個可以拿下來嗎 對 有一一次我的台灣朋友 怎麼樣會擋住你的臉是不是 你幹嘛這麼嚴厲啦 你幹嘛那麼兇啊 你現在是射尖是不是 你沒有看到他的眼神 他在板子後面 因為我這個角度 一直看到他板子後面 他一直在... 為什麼你知不知道 這一場就是開頭開壞了 搞得大家情緒很不好 還在氣 還在氣 為什麼氣這麼久 你的朋友怎麼樣 對啊 就是有一次我的台灣朋友 來日本玩 然後我的父母邀請他 來我們家吃飯 然後他... 就是那一天提早到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對 然後他是好意進來出飯 然後問我媽媽 是不是需要幫忙 對,這樣問 對,他是好意 但是這一件事情 讓我媽媽有一點不開心 對 是因為我們在日本 如果今天你是被邀請 然後去有人家 就是做客人的時候 就是 要晚十分鐘 對,大概過到十分鐘 沒有,這樣才對的 就是要給那個主人家 就是 主人家 那些什麼 就公平性跟那種 感覺是很重 嗯 然後如果說 你對老闆太好的話 最討厭 像之前我們在百合公司 在買衣服 然後有一個新的通事進來 然後他一開始跟大家聊天的 還不錯啦 可是後來就是被人看到 好像有一點小動作啊 然後老闆 老闆生病的時候 他投到哪些什麼喉湯給他 然後後來就是有人開始 這個人好像跟老闆太好的那個樣子 就開始排吉他 因為他是在那邊排馬屁 這樣也不行 不行 這好慌耶 可是後來他被講 其實在那種地方 其實女生的同事蠻多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 這個女生很壞 跟老闆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後來其實大家都在聊天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跑過來 大家都不太敢講話 就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不喜歡 然後好像那個女生等一下要跑去跟老闆 做那個小報告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大家都怕被講話嘛 那老闆來你們是要怎麼樣 裝作沒看到 老闆來嗎 對啊 就還是... 就是禮貌的跟老闆在那邊聊天 可是不能跟他太好啦 對 對老闆本來就是要拍馬屁啊 這也不行 什麼如何拍法 所以我沒有空力 這個節目製作人是紐西蘭人 是不是 對 我朋友去紐西蘭 就是有點像是 以工換素 換食素這樣去牧場 然後呢 他每天的工作大概就 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不長這樣子 然後呢 有一天他覺得說 既然我到了人家這邊來 然後他想要多做一點 看了會不會有一些優惠之類的 所以呢 他就一天又多工作了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然後他就是連續三天都這樣 他的老闆他說 有看在眼裡 可能很快就會有一些好處了 結果 但是被老闆約談的原因是 老闆跟他說 你到紐西蘭來 應該出去 就是工作之餘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享受一下跟台灣不一樣的人文風情 叫他不要多做這樣子 國外自己超時 比如像這樣 自己再加兩個小時 老闆會加薪嗎 當然會啊 他不加的話可以搞他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情況就是說 老闆沒有說 今天很忙也要再加班了 所以他在那邊加班 別的同事可能也會看到說 為什麼老闆請他去加班 然後一定 加班一定有薪水嘛 其他的同事一定是這樣子想啊 而且人家來台灣一直在工作 不出去走走也不行 他們會有那個角度 所以簡單說 紐西蘭人就是那個 對啊 什麼 他們都會想 為什麼不是我 對 因為他們那邊人很少啦 對啊 年養比較多啦 義大利可以要求加班人員 也可以 那美國呢 美國是 如果不講他就不要你再 下班的時候還在公司 所以如果老闆沒講 然後你自己主動留下來加班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完全沒有 有 在美國不能自主加班 沒錯 不能自主加班 幹嘛就是 幹嘛爽帥啊 他都這樣子 彌宗圈 螳螂圈 真的好螳螂喔 好厲害喔 好螳螂 我們之前在 我之前在圖書館工作啦 然後 那時候 我很忙的一個工作 是要把一些 書 書 不是 書 書還是書 也合理啊 四十四隻書 四十四顆書 到底書還書 書加書 有夠書 結束了喔 結束了喔 結束了 就是我要把這些書 收集 然後把它放進去檔案裡面 非常忙一個工作啦 然後 怎麼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好累 好累 很多書 你知道圖書館有多少的書嗎 對 很多 當然 對 因為書是書做的 對 對 好了 夠了 好 然後... 你也會覺得夠了 我被你們逼的 心仇就恨 我也不想打 心仇就恨 那你幹嘛講 他抓到機會啦 我對不起你 你要體諒一下他的心情好不好 他從今天開始回去 就要把螳螂拳跟迷中拳化掉了 對啊 我已經不再打了 好 我已經取消課程了 OK 應該的 反正 那天我們總算是五點下班了 但是我就想說 我今天可以把這個事情弄完 因為我快無聊死了 你不是說你很忙嗎 很忙 但很無聊啊 然後我就還在弄 還在弄 一到五點半 老闆下班之前會 就晃一晃一下 看就是工作的狀況 他看到我還在工作 他走過來說 你怎麼還在工作 我說我叫把這個東西 放進去檔案裡面 因為我明天不想再做 他說不行 因為我沒有給你over time 而且我也不會多給你錢 所以最好就早一點回家 明天再來做 不會像台灣要一定要 一直做這個工作 但是他會遵循那個老闆的話 然後他 後來昨天再也沒有工作了 沒有工作 有工作 但是沒有把事情做完 我覺得美國呢 他們不能夠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絕對不能夠禮貌過了頭 也是一個疑心病很重的族群 完全是 像剛剛怡霈就有講 他說如果你跟美國人交朋友 然後他送你禮物 你就立即打開來幹嘛的 可是我們的傳統就是 不是這樣子教的 因為從小到大 尤其是女生有很多的行為 爸爸媽媽都會交代好這樣子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跟一個美國人 已經到那種論集婚嫁的地步就對 那他說 他又記得剛開始 跟他男朋友交往的時候 第一次去美國見到他爸媽 他說我們要有一點規矩啊 女生啊 所以想說 那都是坐著當客人也不是辦法 不然吃完飯 至少幫忙收碗盤好了 結果他就把他碗盤拿起來 這樣子收收收 然後拿到水槽裡面去 就自己拿起菜瓜布要開始刷了 男朋友媽媽當下臉就變了 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再多講 然後也沒有阻止他 反正就在旁邊這樣子 好像全身很不舒服 一直盯著那個... 就是我朋友 看著說你到底在幹什麼 結果晚上他們回去之後 他的男朋友就跟我... 朋友講說 你知道我媽媽很生氣 他說為什麼 我這樣子做得不好嗎 我幫媽西彎耶 不行嗎 他說你知道嗎 我媽媽講 他說他是拿出家傳的銀叉子 銀刀子 銀刀子 讓他用 對,而且他那個盤子 也是他們家傳的 因為想說你們兩個感情這麼好 也許會走到未來 做了大餐給你吃 你居然自己拿去洗 把這東西家傳的寶物 弄壞了怎麼辦 也是 對,所以我們自己以為 那種搞了一手很有禮貌 結果到美國人家家裡面 人家討厭死你 而且他們可能有洗碗機 也是 他們都用洗碗機 也是 而且講真的 應該是只有在美國 才會有那種什麼 有一套很好的子家傳 是家傳的 這個人是哪裡人 台灣人 女生是台灣人 那這個男生呢 美國人 美國哪裡 美國 你現在是算命師是不是 是 不是 你是有婚耶 真的有婚耶 Indiana Indiana不是 他們那邊有病耶 我跟你講耶 美國自己講的 你說禮貌過度 才是我們那邊耶 是嗎 那個南方人 我跟你講 人家還沒過馬路 我到我這邊 我還開著門為他 為他開著門 等他過馬路進來 因為我們要去同一個地方 我們就是那麼禮貌 我們義大利不能說 太多的謝謝 這個是不是也跟剛剛高依林說的 對 禮貌有相關 其實有很多人他們覺得 我們義大利人相當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反而覺得你們太有禮貌 太有禮貌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 對我們來說 我有很多 我有很多義大利朋友 他們來台灣 他們覺得 台灣人 都不懂把不好意思跟謝謝 一直掛在嘴邊 對不對 那我們 不太理解 你一整天 一天到晚 二十四個小時 可能說一百遍的謝謝 哪一次 是真心的 每一次啊 我們都不知道 哪可能 例如說 例如說我要到台北林 也不知道怎麼走 我問龍 我不知道你是誰嗎 小姐不好意思 到台北林也怎麼走 沒有 我說什麼 謝謝 好 那你可以說什麼 你可以說不客氣 可是台灣很少說不會 OK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你也說謝謝 有沒有發現就是台灣人說 謝謝 那你也會說謝謝 我們不懂的 為什麼 是我 請你幫忙 我們謝謝我 信任我們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我們去跟人家買東西 人家找錢給我們 我們也是說謝謝啊 對 你們去義大利的話 你們不要就是說太多次的 謝謝 因為我們會覺得你很假 這樣子 而我們不謝謝你 你也不要覺得我們沒有禮貌 我們從小就是請謝謝對不起 對啊 我們從小就是請禮法 那我們要怎麼樣 在義大利表現自己 就不要說謝謝的話 要怎麼樣表達自己的 媽媽咪 什麼啦 我們要怎麼表現 我們要怎麼表達謝意啊 在義大利 我們這樣日文好了 他們會說 謝謝對不對 好 這個不是義大利文的謝謝 謝謝 也不是義大利文的謝謝 但是如果他們說 謝謝 謝謝 我非常誠實的誠信的感謝你 如果你就吻回這樣說 那你就可以說義大利文的謝謝 那如果我們... 你今天來跟我買冰淇淋 然後我冰淇淋拿給你 你會說什麼嗎 我要吃啊 他是這樣子 謝謝你的光顧 這樣子也不講哦 沒有 可是如果有人送餐來 已經放在桌上一顆牛排 然後服務生送來 你也不用說謝謝 為什麼要說謝謝 我今天付錢 是你付我 這個我覺得是你們國家 就是你們國家的問題 對啊 你要說謝謝嗎 請問一下除了義大利 剛才我們上次的情形 你們國家會說謝謝嗎 會啊 一定會啦 對啊 連德國人那麼不客氣的民族 不是那個很乾啊 有人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你沒有花獎 那很奇怪啊 對啊 直接拿了就很奇怪 你都那麼囉嗦 都不累耶 謝謝會累嗎 我覺得有點奇怪 幹嘛攻擊他 我覺得這個有中 這個有中 如果在加拿大 真的不能客氣過了頭 我覺得可能也跟那個 我家的大利說 我們台灣人太有禮貌 也有關係 因為我之前去加拿大 然後遊學 就是住在家裡 然後住了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去的第一天 那個我家媽就有人很客氣 就跟我說 因為他們家都有很多小孩 然後就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給我一間獨立的房間 然後在門口放了一個洗衣欄 就告訴我說 你每一天晚上 就是把你換洗過的衣服 就丟在那個洗衣欄 我幫你洗完之後 幫你折好 然後放到你的房間 那我就會覺得 我媽媽從小教就會覺得說 這樣真的很麻煩 別人太抱歉 而且還有一些 私人的內衣褲什麼的 我就跟他說 私人內衣褲也拿出來洗衣欄 所以我就說不OK啊 然後晚上烘爸就在那邊 天啊 不是 烘爸不會這樣 是他們家小孩 沒有 沒有 重點是因為我們會覺得 不好意思 所以呢 我就跟他說 OK 我OK這樣子 沒關係 我說了這句沒關係 我只是想說客氣 沒想到第二天 我的門口那個洗衣欄 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就這樣子過了一整個禮拜 我也沒有辦法去使用 他們家的洗衣機 因為那個洗衣機 就是放在HOMA的 主臥室的外面的陽台 我沒辦法過去 用鐵鏈鎖起來 對 那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可是我也不曉得說要... 他也沒有告訴我說要去哪裡 可以熟悉 都沒有講 我就這樣一直忍 一直忍 就忍了一個禮拜 我都沒洗衣服 好了吧 對 然後我就自己覺得 至早醉瘦 然後一個禮拜... 興奮啦 不是 這麼累積一個禮拜 累積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過後 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HOMA就問我 很客氣的問我說 你們台灣 因為他說他沒來過台灣 他說你們台灣的天氣 是乾燥嗎 還是潮溼 我說滿潮溼的 他說那你們台灣人都平常 每天都洗澡嗎 我說每天洗澡 那有每天洗衣服嗎 我說也每天洗衣服 他就說那你為什麼都沒有洗衣服 你真的不需要嗎 還是不要客氣這樣 我就跟他說我真的很需要洗衣服 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洗衣服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需要 你必須要提出來 而不要跟我客氣 因為客氣就表示沒有 他會認為我不需要 他可能覺得他做HOMA 這是他工作其中是一項 對 可是我們台灣人會因為客氣 然後就可能有一些 不想麻煩別人 對,不想麻煩別人 然後反而就是製造這個 因為講真的 如果同樣的這個HOMA 換成是台灣人的話 你講說好啊,麻煩你幫我 他可能還會覺得 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 那樣啊 對啊 真的 真的 直接要我洗內衣褲 是不是 然後HOMA就在旁邊 真的要洗嗎 那請問一下在感情的事情上面 感情事情千萬有些事情 不要做太好 也啊 否則會有意想不當的後果 會 什麼口碑 做太好會有口碑 OK 我同意 我覺得是在感情上 如果是不做到滿分的 才是真的滿分啦 因為一開始如果說 你跟一個女生馬上認識 然後 她一傳曲奇給你 或是電話 你就馬上回的話 她可能會覺得你太嫌 好像這麼會 每次傳曲奇來的時候 就馬上回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地方說 如果說女朋友是有一個 很大的心理想嘛 當然是可以幫她拿 可是 她關節的時候 她那個什麼 可愛的粉紅色的 Chanel的包包 還是什麼的 還是不要幫她拿 我覺得會被嫌說 就是 除了自己的娘之外 會被嫌說 有點 有點太好控制 如果在日本 你想要讓一個女生 愛上你的話 回信不要太快太多 對 要讓她 就是想你多一點 對 然後 而且要猜一下 為什麼你還沒有回我 要讓她有期待 對不對 對 可是如果太快太多的話 他們會覺得 對 如果是工作度滿 或者是偷懶 回信訊 你是不是他還在打字 你就再回了 對 沒有 對方正在輸入訊息 然後趕快回 但是這一招我用過啊 跟日本女生我用這一招 就不回他 你多久不回他 半年 半年 去年我有這樣做 他到現在還沒回我 認真的啦 他傳訊息給你 多久不會回來 可能早上到晚上吧 早上傳來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有點太久了 早上到晚上是太久了 不要太久 對啊 頂多半天吧 頂多半天 我是這樣做 因為其實 你就是齁 他傳訊息來 然後你就把鬧鐘拿來 調好鬧鐘 然後就看著鬧鐘 我有這樣過耶 我有這樣過 我想說我八點再回他 他七點半明明 我說八點再回 因為沒有 因為 好啦我之前 好現在也是啦 白天很閒嘛 我沒事做啦 如果我馬上回他 他就會覺得 這個人沒什麼工作 沒什麼 其實這個有點難拿捏 因為太快回他 大家會覺得你沒好 可是如果你比如說 他這樣早上然後晚上回 女生會覺得這個人很多女生 對 對 就是會覺得說 你心裡面沒有他 對 太久了 就算已經開始交往了 也不可以馬上就太好了 我的德國朋友 就是遇到這個問題 他跟一個女友交往了兩個月 然後他的生日快到了 然後我的那個朋友就覺得 好我要送他 很棒很浪漫的禮物 他就準備 帶他去野餐 然後他買一個戒指 那個戒指上 還刻那個女生的名字 跟日記 哇 我就才來這集兩個月 然後他還晚上帶他 就是回家 他在他的床上 撒一些花瓣 美國花瓣 還幫他按摩什麼的 一整天的一個行程很浪漫 但是我的朋友後來就覺得 怎麼辦 很快就要有那個聖誕節啊 還有可能我們明年一些什麼 那個親人節啊 周年慶什麼的 清明節 他就覺得怎麼辦 我第一個禮物 第一個禮物就那麼誇張那麼浪漫 他的壓力就變得越來越大 對 所以他跟我說我應該要慢慢 開始就往後 越來越穩定才送比較好的禮物 你如果不會有任何的期待才知道 也可以一開始床上 就不配啦 或是 你用自己做一張卡片都好啊 就是做一點點的日常 所以一點點的東西 可是不會給他任何的期待 你還是可以撒東西啊 你第一次可以撒點醬油啊 然後第二次撒點啦 你就抱一抱就骨灰啦 或是就聖誕節那天晚上說 今天我花很多時間很多錢 所以這個也包含親人節 哪有人這樣講一點不浪漫的 沒有啦 我覺得如果天生浪漫 他就會一直製造浪漫 可是如果你是為了追女生 你第一次就做這樣 你真的後面會想沒招 會很累 我現在要破個迷思 就是我們義大利刻板印象中的 白馬王子 他不過就是一齣演 給外國人看的一齣戲而已 對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那個車子到了 你幫他開那個車門 或是說每一次約會 你送玫瑰畫給他 或是說你到了他的房子樓下 你就抱他上去等等 抱他上去 對啊,就是在... 為什麼你自己 這麼懷疑這件事情,小禎 不是啊 在台灣就只有新娘 沒有,好,等一下 沒有,他現在在說的是 我們看戲裡面 戲裡面不是很多浪漫的橋段 不是從義大利的情勝而衍生出來的 所以其實義大利根本不會看到這個畫面 因為沒有人這樣做 我破個名字 義大利女人喜歡台客 的義大利版 就是說越兇,越猛,越難,越好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們知道那個Bachelor這個節目嗎 嗯 義大利也有,就是義大利版 然後呢,昨天剛好有一個女人 她在抱怨她的另一半 已經過了,她說已經過了三天 還沒有把我 Push到那個牆壁上跟我接吻 然後大家都罵她 因為其實她那個另一半是一個非常紳士的人 真的是就是那種 你們可能說白馬王子這樣子 然後她說不行啊 就是男人 她說該有男人的樣子 她就是跟很多義大利女人像的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可能就是 滿城哥如果你要去義大利把妹的話 你不要太紳士,太浪漫 你知道她結婚這件事嗎 我知道沒關係 反正義大利的話 還可以翻譯 義大利人又不知道 對對對 他們不要到處講 老婆老婆不會跟她去 那如果要抱妹的話 真的不要過度浪漫 要把握 就是要好好的拿捏 要Man 我覺得那個女朋友嘛 就是剛熱戀期的時候 不能做得太好 因為你第一次 熱戀期做得好的話 你要做一輩子 因為像我爸爸也是一樣 就是熱戀期的時候 幫媽媽洗衣服 到現在還是她洗衣服 很好啊 我覺得不好啊 為什麼 我覺得不好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喔 我之前就是我 其實我做的架式做得很好 因為是有爸爸的DNA 以後 我洗碗都很好 以後女朋友就一直跟我說 你做得很好 你比我做得還好 所以是以後就靠你了 對啊 真的 還沒講完 以後 我就 就是想那個聰明一點 以後故意洗碗的時候 故意弄破一個碗 以後就 不好意思 我弄破了一個碗 以後就選一個最便宜的 因為那都是我買的嘛 對 所以要選最便宜的 以後就選我說 下次算了 我自己做好了 男生就做自己 就這樣 對 那你現在在電視上面講這一招 不是就破局了嗎 已經破了 已經破了 幫我那個片 把頭變掉是不是 卡掉 卡掉 剪掉 沒有啦 這個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女生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比我們男生厲害很多 像我昨天 前天 我要找一支十湯匙 然後呢 因為我們家有兩支 所以我想奇怪 有一支我太太在用 另外一支我怎麼找不到 我就說 湯匙呢 我再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把它摔破了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故事呢 就會促使男生 以後願意自己去洗碗 可是大家剛剛都是在說 談戀愛的時候 或是交往的時候 不要做太多 我反而是覺得 如果這一段感情 沒辦法走到最後 我覺得分手也要分得很漂亮 也不能做得過多 因為之前分手的時候 可能 我應該是比較理性的人 我就會希望說 對方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走到最後 可能我都會說 可能我們彼此相處的模式 可能不OK 可能你做那個東西 我可能也不... 然後我做的東西 可能你也不喜歡 結果我發現 講太多之後 反而以後會撕破臉 然後以及永遠沒辦法跟對方 連基本的朋友都無法當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獎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訂閱我的影片 按下鈴鐺